每年因為心臟病人出死的數字都相當高 而大部份醫病人因為心臟病發引起是為主要的 另一部份病人為何突然出死 就是因為心率的問題引致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我想實際上數字我沒有在手上 但應該是說過千的每一年 除了每一天都突然死亡的機會 其實每天都可能有好幾位病人突然死亡 不過差在傳媒之間會否報道 這不是一個罕見的情況 其實了解了心臟結構比較清楚 說甚麼是觀心病 而這個心臟模型 主要有三條血管供應心臟肌肉 大家會看到這裡在心臟前部分 這個叫左前降肢 是左邊其中一條血管 另外在側旋肢 是左邊的另一條血管 看看右邊的血管 就是在這一邊 就是這條在右邊的心臟血管 事實上在左邊的兩條血管 分支之前有一條很重要的 叫做珠幹液血管 就是在動脈分支出來 就形成了左前降肢和回旋肢 這些心臟血管 就供應心臟血管 血液所需的東西 而觀心病 就凡指因為觸陽硬化問題 阻塞了血管內壁 形成了心臟不夠血度 為之觀心病 而大家經常聽的心臟病法 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可能是其中一條血管 是閉塞了 突然間 某些心臟肌肉 完全沒有血供應 我們所謂為之心臟病法 因為大部份 我們人類來說 其實主要的血管 都在左邊 只有比較少數三分之一的病人 是右邊血管主要的 主要就是大小的大小 而左邊來說 供應大部份 左心室這邊的血管 而主幹更加負責了 超過三分之二的心臟肌肉 如果主幹閉塞了的病人 除了一個嚴重的心臟病 可能突然間會撤死 所以主幹的閉塞一般 或者主幹的嚴重觀心病 我覺得是非常之高危的病人 之前提到觀心病 即是有些觸陽硬化的東西 積聚在血管壁 慢慢積聚起來 令到血液供應 下面心臟肌肉不足 為之觀心病 簡單來說 通波仔 我想大家一定知道 主要是透過一些 導管的方式 走進心臟血管裡 將最嚴重阻塞的地方 我們叫做 用球囊打開它 然後便會安放一個支架 你當想像是一個 撐著血管 讓它不要再縮小 這也是標準的做法 而創傷性應該是非常之低 因為通常大部份病人 通過手腕的動脈 進入心臟裡 早期來說 就是透過大腿的寬關節動脈 但做手術病人很不方便 透過手腕 病人進入後 都可以走得走得 透過這個手術 安放支架 已經有差不多二、三十年的歷史 這個效果都是相當理想的 而搭橋手術 牽涉到過程比較複雜 主要就是外科醫生 用一個開胸手術打開心臟 而做的過程之中 可能很大部份病人 用了一個 所謂的bypass machine 就是一個心肺循環的儀器 幫助它 控制著 維持著血液循環 而心臟在停止的情況之下 外科醫生做了一個搭橋手術 例如假設 這條血管阻前 降肢是有嚴重的阻塞 外科醫生有兩個渠道 拿出一條橋出來 一個是透過腳部一條 並不重要的靜脈 在大腿那裡 外科醫生會拿出來之後 直接一點 可能誇張一點 在動脈這地方搭橋 我們叫做繞過了最阻塞的地方 為之一個所謂搭橋的手術 在不同的地方 外科醫生會選擇一些 完全繞過了最嚴重阻塞的地方 去放這條橋 另一個方法去拿到橋 就是一個左邊的乳頭動脈 通常英文叫Lima 通常我們這個做法 主要針對是 它的血管是一個動脈的血管 醫生會在左邊的胸 把血管拿出來之後 搏進去繞過了阻塞的地方 好處是 這是一個動脈 一般來說 內容性比在腳部的靜脈 會耐用很多 而手術方面 當然要靠外科醫生的技術 一般的做法就是 時間做一次手術是三四個小時 病人住院的時間比較長 你想想想要打開胸口 通常一般病人都要住在ICU 兩三天才去到普通病房 而整個住院的過程 可能牽涉到七至十天 而通波仔可能坊間買家都會知道 其實留醫院差不多住一晚 在醫院第二天就回家 復原速度是非常之快 而搭橋手術 可能病人要經歷了 住在ICU 直至去康復之後 中間的胸骨的地方 會有時隱隱作痛 因為胸骨是解開來做的 所以復原時間是比較長 而在數據方面 譬如拼法症方面 如果比較兩個手術 通波仔是即時來講 例如中風的機會 以及感染的機會 是相當少的 而搭橋手術 牽涉到的傷害非常之大 以及在過程中 因為要用心肺的儀器 幫你維持血液循環 有時會產生微細血反 病人中風 或者短暫中風的機會 相對於通波仔是比較高 我想住院時間 復原時間 以及併法症方面 似乎通波仔是比較優勝 在這個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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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什麼 有很多的角度看 發了幾個角度看